每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 有1000多人出席 今年排队进场的人中间有不少的华人 还有美国电影明星 众议院议员 甚至议长南希·佩洛西 当然少不了各国使节这样的常客 所以说今年他们面对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 邦德维克不是第一次面对类似的压力了 他说我曾经担任过挪威外相 1989年达赖喇嘛得奖的时候 中国也有些动作 不过这次中国的反应之强烈 远超过21年前 在会场周围举办的集会中 虽说支持刘晓波的居多 但是也有些人反对他获得和平奖 邦德维克说 我们当然需要注意对方的反应 但他们反弹这么强实在是没有道理 对两国关系来说 短期负面效应或许会有 但从长远来看 我觉得不会有实质变化 那些没有机会进入颁奖现场的人 聚集到诺贝尔和平中心观看电视直播 颁奖典礼当天 和平中心的刘晓波特别展 也准备就绪 从12月12号开始正式对外开放 主题是 我没有敌人 美国国会众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得以先赌为快 他说 我没有敌人这种表白 既让人落泪 也给人希望 诺贝尔和平中心内的这个展览 将持续到2011年4月25号 这是美国经济者方正王楠 在农民首都奥斯陆的采访报道